食品要務管理署也有提醒台中市政府是不是要再更審慎一點 那做一些這個調查 那再做公布 那但是台中市政府就進行公布 那我想台中市政府一定有它的理由 那我想可能各位記者先生也是再去問一下台中市 它這個急於公布的這個理由到底是什麼 對此台中市政府稍早回應 台中市府六次檢驗結果一致 堅持把關食安立場 食安是科學 有驗出也是事實 這是食安處的職責 为求慎重也反复檢測 均有檢出陽性 第一時間反映警示 同時也表明 产品業者可依法申請赴驗 目前剩餘的檢體已妥善保存可供檢驗 将待正式接獲赴驗申請後 也會邀請食藥署指導共同赴驗 于四个工作天內出具檢驗結果報告 有關是否涉及實驗室标准品污染導致檢驗結果出現疑異環節 中市府表示 所使用的是21種瘦肉精混合的標準品 如是出現標準品污染 因同時會有其他瘦肉精檢出 中市府強調 台中市食安處111年3月 及取得衛生福利部以形受體素類項目認證 亦是衛福布食藥屬處肉動物用藥聯合分工的專責實驗室 市府檢驗方法 步驟均依照國家公告的檢驗方法進行並中時呈現檢驗結果 中市府將持續貫徹把關食安的決心 各位媒體女士先生我想我這邊代表衛福部做一些補充 第一個就是在我們這個檢驗的部分剛剛已經有秀出來 就是它的這個最小的可以檢出的只是0.001ppm 那我們這一次減算是0.002ppm已經是到這個機器的這個極限了 這個我還是要再次強調 第二個就是西部特羅這個東西 這個所謂的乙型受體 其實是很少見 當然它的價錢應該是相當昂貴 我們在人藥的部分 動物用藥都沒有在用這個藥 那唯一有的地方就是在我們的所謂的檢驗實驗室作為標準評 那這一次我們其實因為檢驗值它非常的這個低 濃度非常的微微弱 那所以我們食品藥物管理署也有提醒台中市政府 是不是要再更這個審慎一點 那做一些這個這個調查 那再做公佈 那但是台中市政府就進行公佈 那我想台中市政府一定有它的理由 那我想可能各位記者先生也是再去問一下台中市 它這個急於公佈的這個理由到底是什麼 那這是我想這樣子的極端的低的值 當然有很多種可能性 那包括實驗室的問題等等 所以我想審慎一點是比較好的 當然這個維護食安市政府的責任 食安很重要 那可是民心安定也很重要 那麼農家守法廠商的權益也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政府在這些判斷的時候 可能還要再更慎慎更小心一點 最後一點我要補充的是 科學最重要的部分是重現性 所以我們今天早上也發文給這個台中市政府 希望他把原檢體也給我們 那我們來幫忙 食品耀物管理署來幫忙驗一下 除了這個更重要的是 我相信如果是已經受體 那我剛剛農業部也講最可能是在飼料 那他不會是只有一塊肉裡面有 周邊的這些產物 同批次的同農場照理說也應該有 這是科學重現性的原理 我想所以我再補充到這邊 謝謝 我們不應該有過多的捕風捉影跟猜測 這些過多的捕風捉影與猜測 會摧毀的不只是台糖的信譽 他會摧毀的可能是國內肉品的信譽 更可能摧毀的是國人對台灣的信譽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嚴肅的問題 如果可以我們希望給多一點時間 相關的單位非常努力的在採樣檢測 我們希望能夠在這些積極的採樣檢測之下 趕快讓這一件事情水落石出 那我想這也是我們選擇在禮拜天的晚上八點 開記者會最重要的原因 給主管機關一點時間 我們一定會把真相查清楚 一個十億分之二的濃度的一個檢測結果 我們實在值得我們用更審慎的方式來面對它 謝謝 希布特羅這一支藥全世界並沒有商品化的飼料添加物 那所以也從國外的這一個報告裡面 從來沒有全世界沒有被豬肉被驗出來 所以一開始沒有 所以讓我們整個很懷疑說為什麼會在最後會出現 所以我們要很嚴格去把關 就從上游開始逐一去盤查 我們後續的相關的擴大 我們會在未來幾天甚至過完年 會再逐步的去 請國人放心好不好 我會覺得你太誇leh了 我會在英文可以做一個 就不知道